你 红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走吧 你小子不想杀我 杀你 你脑子坏了是吧 我们也想杀你还救你干吗 什么 你是说我是被你们救的 废话 那些杀手追杀你 要不是我们救你 能回到现在啊 我们要不救你 当初给你扔了毒法 我们打鱼你也是为了 给你疗伤懂吗 伤口是我给你包的 我的枕肺是很贵的 情乎我再说一遍 你弟的死和我没关系没关系 身权哥几个啊 看你是条汉子 就把你给放了 希望从今往后 咱俩能化干戈为语博 走吧 我们三 我们三 今天老子就孤起信任你一次 咱俩之间的这笔债 今天就一笔勾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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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虎 你说二八二三十八块 松手 你这么紧张他 你是不是喜欢他 呸 你小子是真不爱公子的 我兄弟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快 天啊 我儿子 我儿子 就算人不是你亲手杀的 但是我兄弟 也是因为中了你的阴装 迷了眼睛才丢了性命 秦鲍的死都是因为你 我秦虎 在道上行事向来都是黑白分明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 早晚我秦虎会还你一命 在我秦虎手刃仇人之前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碰你 你 你去哪儿啊 我不知道 史书那可是被你杀的 八户党那人是一定会追杀你的 还有永心 他们你的保守秘密 也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劝你小子 赶快逃开上海 逃得越来越好 反正我们会对别人说 就说秦虎已经被我们杀了 小子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感激你 别忘了 你这条小命还是属于老子的 我会先救你一命 然后再杀了你 这老子没杀你这钱 放心吧 老子是不会死的 这九户这什么路说啊这是 疼 今天这些事都是你小子惹出来的 远大赌场是八户党的地盘 你不知道跑那儿去生事 行了 管爷 你怪林子也没用 还是想想办法把他家 我们现在捅了大娄子了 在我们地盘上 杀了八户党的二当家的 那就是永心不追究 那沈青山那也不会杀马甘秋啊 迪六说的没错 总得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你 你们都看着我干吗 我 我 哎 不管怎么说 我才是英雄主访当家的 这件事和你们都没关啊 和你们都没关系 我扛 扛哥 你说什么好看啊 我告诉你 当初你走的时候 这赌坊可是交了我们的 现在出了事 你站着要负责 你瞧不起我们是不是 要扛 我跟你一起扛 红仨就我一命 我不管你们几个 反正算我一个 我们一股大王 一直都是同济同生 同进同退 想甩了我们几个 门也没有 那我说 安心啊 你什么意思啊 表个态吧 不是 我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必须是一股党的成员啊 这就对了嘛 不对 不对啊 老初 你还没表态呢 你为什么先问我啊 玩我 不是 老初也要耍我 我还你慢走啊 坐在路上 正打着呢 秦虎杀了史双铃 千真万确 你杀了秦虎 万确千真 死无对中这种把戏 我玩胜的 您和陆先生两位都在这儿呢 我哪敢胡说八道啊 昨天在场呢 还有很多八股党的兄弟们 完全可以当听对证啊 就算秦虎不是你带来的 是为了追杀你而来的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解释清楚 我们大八股党和秦虎 肃无瓜葛 为什么他建造双铃 要痛下杀手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小人也只是有一点点猜测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当讲不当讲 再不讲 恐怕就没有机会再讲喽 好 反正两位老板也坐在这儿 小人索性就把 小人所听到的 和猜测到的一股脑道地讲出来 反正讲不讲也都是个死嘛 洪三 废话少讲 没有人非要你死不可 但这件尸体一定要讲清楚 讲得清我保你安全 讲不清 别说沈老板 就是我也饶不过你 晓得吧 好 有陆先生给我撑腰 我就更要讲了 话说着史双铃 史爷 在上海滩 哪个不值谁个不行 乃是上海滩 鼎鼎有名的英租街二当街 沈青山 沈老板 你的得力助手 结义兄弟 掌管着上海滩 最大最好的远大赌场 完全就是上海的传奇 赌街的偶像 史爷 年轻有为何 虽然暂时屈居在英租界 一人之下 但其锐气早已势不可挡 所以江湖一直有传闻 传闻 传闻 这史爷人已经先去了 你说我 暂时说人传闻 确实不太好 传闻是什么 快说 江湖上面都传闻 史爷现在的风头 他很快他就会超过沈老板你 掌管大巴骨大 这是指日可待的事吧 傻屁 这屁不是我放的 实在是小人从别处闻来的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 你要再说不出 清湖为什么杀石川林 我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沈老板您别急 我马上就要切入正题了 就在前几日的解土悬案 公司内 无缘无故枉死了几个兄弟 后来查明是那秦虎秦暴 假冒黑白无常杀人约祸 可问题是 他们为何要假冒黑白无常呢 那又是谁 雇他们假冒黑白无常呢 就在昨日 小的眼见 那秦虎放下小让而不杀 质询屎爷的时候 小的就猜到 这买通秦虎的人 不是别人 应该就是屎爷呀 你胡说 您想想啊 屎爷只有这样做 才能激起您跟我们永心公司之间的矛盾 进而实现火拼 待您的实力消减 或万一遭遇不测的时候 正好可以取而代之啊 正所谓 荷帮相争 鱼翁得裂 一箭双雕 实在高招 屎爷的如意酸板 被小的给打翻了 屎爷才不得不杀秦虎灭口 秦虎被逼得走投无路 才不得不反杀屎爷而后坏啊 一 一拍狐烟 昨天的情景 你们好多兄弟都看见了 那 您倒是说说 那秦虎为什么不杀我 反 杀屎爷呢 您帮我想想 还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吗 我 日防夜防 家贼难防 沈老板今后佣人要浇灌小星王 我 杰屠案还没有电问 那你们趁着死无对证 往我们这边 泼脏水 这样讲 沈老板把其中的意思讲偏调了 原本今朝 我想将洪三 麒麟一并交易你处置 来递使双零的命 那方才听洪三讲 我倒觉着我永兴公司 在杰屠案当中丧命的几个兄弟 不能白死 一个死双零 换过好几个兄弟 就买买你画的 至于姻缘巧合 在我们地头 帮你们清理了门户 杜绝了后患 这份情 你欠我 死双零和秦虎的事 暂且放一放 这个人 今天必须跟我走 如果打起来 我们就去救人 如果直接下来 我们就挑人 反正能让他们把人帮到密集 好 好 好 放心吧 误 误会 真的是误会 我 石老板 您带走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前晚 他在我们远大赌场出迁 后来又把英雄赌坊给输了 使双零 正是因为这个事 才丧了命 所以今天我必须带走他 老板 替我做事 出钱输赌 证据有了 起约 原来是在使业身上 何文刚刚 没有找到 沈老板 沈老板是明白人 你小的没有签字的契约 愿你今天是带不走了 石也死了 都访没了 这小子一张嘴就把两件事摆平 这奶奶不花色 赌人 董三林 一个酒鬼 不足过史 乞丐教堂啊三少 这副师爷小阿枪 下的酒 黑白无常龙虎 这位应该是酒鬼 鹰酒啊 夏师爷 好说 石三太保 沈老板把这样的高手 带在身边看来今朝时 有备而来 陆先生身边 一直跟着个师爷 我不得不防呀 何止是防啊 今天这么一间小小的屋子 十三太保 已经来四个 不要太热闹 师爷好眼 别藏着了出来吧 还不见过陆先生 他都不会说话 只会办事 既然今天这么多高手聚在此里 那何不让阿俏姐 出来一起操作热闹 叫阿俏姐 叫阿俏 阿俏姐就算了 我也没关系 陆先生 怎么也该表示一下吧 别让我的弟兄们 面子上过得去 你是跟我讲精头 还是威胁我 陆先生笑话了 这算是危险吗 不管怎么说 石双铃这人 已经死了 二位老板 这事 看这样办可否 先不管契约在不在 还是按史爷的生前所言 英雄赌房 归慎了老板所有 我们永勋公司 再也不过问 但有一件事 咱们得说在前面 这件事 是红三麒麟 跟沈老板的思想交易 与永勋无关 永勋以后 也不会再过问 赌房的去向 但是每月的月顾 要有个红三暗时交纳 这一办法嘛 让年轻人们去瞎 我赞成 选老板一下的我 陆先生明示礼 明儿一早 我就上门收赌房 石双铃好赌人 石双铃好赌人 影 rul жен 那王雷归 石双铃好赌人 事远好赌人 小女三 师弟 official 宋军 大石 祂 国�로國 還要多謝陸先生 把我們二人抽去 我把賭房送給是青山二位 想什麼要講的 賭房本來就是公司的話 你想怎麼出生便怎麼出生 陸先生不信 這後我們兄弟倆一定 Ranger別努力 該跟的約空一籬都錄手 賞罰分明這是其一 息事凝人这是其二 就算你们两个 把这故事编得天衣无缝 如果不拿出一点 实实在在的甜头 交给沈青山 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沈双岭一条命换一个毒房 是目前最核酸的买卖 陆先生英明 只是我那老娘她年老化多 现在还在大帅府上 刀扰我怕时间长了 那我待会儿叫人送她过去 谢谢陆先生 洪三麒麟 开 有一句话一定要记住 在哪里丢掉的东西 从哪里拿回来 去吧 谢谢陆先生 今后好处为止 来 没事了 没事了 居然就这么没事了 能有什么事 看一看 看一看 帅不帅 这么帅像是短命的样子吗 走 吃饭去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吃饭去喽 走是 洪三很坑 完全衝费 我就知道 我怎么满 receptor 这样倒也好 星辉也死了 红三算是 把这个截图案给了结了 我早就讲这个小毛头 肚皮里有名的 但我没想到脑筋交关灵光 日后要能为我们所用 不光这公司对我们 对他都有好处啊 咱们是不是对红三有感觉啊 我还真的想试着待待他 听三句子跟你说 我还倒觉得 我把红三给了凌春使唤 是不是有点取材啊 没有 小爽子用什么样的人都不取材 我试试啊 不过这个女人哪 都爱护东西 说什么呢 笑得这么开心 也说来我听听啊 说曹操啊真不经验啊 说她到她就到了 这小嫂子几日不见 变得越发漂亮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叔啊您就是会说话 要说呢也是二叔您 又变英俊了才是呢 哎呦 我什么时候能娶到像小嫂子 这么漂亮的家人 那二叔才真叫英俊呢 二叔啊 您都四磅一太太了 还不够实啊 二叔啊 您身体真是好呀 二叔 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饮啊 不吃了 爸爸没吃过了 好 老爷 东方家怎么又没来啊 我让他出去办了点别的事情 后天一早向你报道 我说呢 胆这么大 居然敢矿工啊 这个红三 是不是用着不顺手啊 要不要换一个 别啊 我刚看惯他几天 谁知道又给我换个什么 我歪歪脸走的了 我歪个小次了 我还真是抢手了啊 这话什么意思啊 谁要跟我抢 玉生 玉生说红三挺机灵的 非要带在身边 大老爷 三叔那边人才积极的 就不差这一个了吧 是是是 玉生怎么敢跟小嫂子抢人呢 讲笑话吧 讲笑话 别人都给你抢 别人给你抢 别人给你抢 老爷最疼我了 那你们慢慢吃啊 我先上过去 好的呀 我说什么来着 你没人呢 别红枕姐姐 我说话 你抢 她的心抢 都没有抢 你们抢 去抢 对你看 好多ame 没有抢 好多ame 我抢 你了 走一遍 好不好 那沈青山这关才过了 过了 秦云 以后不能再这样糊涂了 这东西在里面啊 你怎么回事 以后再也不回来 行 你没事就好 这样 那我就先回去了 有事随时联系我 好 谢谢大哥 我走了没人 大哥慢走 各位 我还是要宣布一下 虽然 史双灵这关 咱们算过了 但是 咱们这英雄赌坊 要转烧给沈青山了 明日一早 八五岛 得上门来收赌坊 那可不行啊 那以后我们住哪儿去啊 露宿街头吗 美人 毕竟史双灵死在这儿了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仅如此 每个月的利钱 还一样上缴 这赌场都没了 拿什么脚力去 你这住的什么公司啊 八批费股公司啊 人回来比什么都好 钱还可以带赚嘛 你少放屁 钱不是你挣的 你大功着急了 人死在这儿晦气 不要也罢了 说得也是啊 管爷说得对 大家伙不要气馁 今天听到陆玉胜 说了一句话 我算是记在心里边 他说 人在哪儿丢的东西 就要从哪儿捡回来 你的意思 想把这个赌坊 才要回来 这小小的英雄赌坊 一桌四角 我拿回来又有什么意义 林子 你这次是在哪个赌场 遭的算计啊 英租界远大赌场 管爷我再问你 现在上海滩最大最好的 是哪个赌场啊 那远大赌场要是排第二 别人就不敢排第一了 好 所以你们听好了 我红丝以后要拿回来的 可不是这小小的英雄赌坊 我要拿 就拿远大赌场 好 好儿子 有志气 你就吹牛吧啊 还是想想明天晚上在哪儿露出街头吧 真是 放心美人 咱们怎么会没地儿可住呢 住哪儿啊 别急啊 林子 一定有地儿可住的 喂 姨姨 你们一姑党住的那个大杂院子 我曾经去的 虽然条件呢 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想我们几个搬过去 和你们几一几还是可以的 这样就有人陪你们分担房租啊 不是 你们 你们每天还能吃到美人的鸡汤魂子 我们去了你们还会更热闹对不对 太好了 太好了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恭喜恭喜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不用谢谢我不用谢谢我 哎 美人林子主要说明天明天一早我们就搬家了 哦 哎 哎 就是这愉快决定了 快点 这愉快 好 来来来 二 二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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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呀 formation 快 快 这么大的院子啊 快 家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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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德鱼 放点了 半爷 以后你出这屋 我呢 我呢 什么呢 半爷 半爷 你干嘛呢 半爷 我住哪儿 里面还有小屋呢 你住里边 来来来 给我来 快快快 请我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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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啊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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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里边装的 咱们来 咱们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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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这真是把好琴的 老眼昏花的你倒识货 这可是我的宝贝 琴是好琴 不知唱得如何 如何 你也不打听打听 当年苏都城我 红葵花是色意双绝 平潭行我认第二 就没人敢认第一 美人 那么厉害呢 你赶紧跟我们 唱一段听听啊 我以前啊 是唱双道的 可惜啊 我那大子走得早 他别提以前啊 浩瀚的不提当年勇 我当年吴老拐 还有个绰号呢 是什么呀 薇言 吴 三 弦 吹吧你就 吹 不信咱俩试试 吹 吹 这个屋子收拾起来 还蛮有点家的样子的嘛 吹啊 吹 吹 吹 以后我们俩就在这儿落脚了 是不是 哎呀 就是不知道我阿哥最近怎么样了 哎 你叹什么气啊 没事儿 叫一声大哥 永远的大哥吧 这话什么意思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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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天涯 哎 哎 什么意思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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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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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看得真好 美人 你怎么还难过了呀 好多年没有唱双档了 没想到吴老拐唱得这么好 又让我想起 我那死去的搭子 以后你要是喜欢唱啊 我就常陪你唱 我会得段子多滞 我就怕你接不住我 去去去去 说你胖你还喘起来呢 你还没想起来 咱们凤鸣楼吧 乔仙之喜 我请啊 好 行了 行了 这毒坊都没了 得瑟什么呀 能爽就爽啊 我现在嫁出做饭去 依依 来 帮我打一下 行 老鬼 赶紧的厨房帮忙 你们几个别站着啊 收拾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依爷最近怎么越来越不依爷了呢 越来越依娘了是不是 这名字好 小依娘 依爷经济慈烂 你们两个人的嘴 孟老板 你爹是 没见过 你娘一直单身 对啊 管爷也是一个人哪 你们想说什么 他们想说呢 搞不好以后 你得管管爷 开口叫 叫什么 难不懂我叫他 乖爹 什么你聪明 经过这一招啊 咱们这些人也算是 有府同享 有难同当了 是是是 我们是苏州人 你们是杭州过来的 都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苏杭本来就是一家人 做什么 就为一家人喝一杯 来来来来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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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 我们何不今日结拜啊 怎么那么喜欢结拜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闯荡江湖 多个仇家 多堵墙 多个兄弟 多疼 结拜好啊 这相当于 我又多了几个儿女 这买卖划算 舌头打个滚 称兄道弟 不赔本 没事 没事 这不是买卖 但是 这拜应该结 我当时被押回赌坊的时候 多亏一股党几位兄弟出手相救 这我同意 那胡三哥还救我一命了 他这高肯定认了 我觉得结拜是好事 我没有意见 不要啊 我觉得结拜就算了吧 我们本身已经是一股党了 怕什么 我们可以加入一股党啊 对啊 一股党这名字多好听啊 齐心协力 一股作气 拧成一股 三哥 这名比八股党好听多了 我愿意加入一股党 好好好 好 古有刘关章 桃园三杰益 现有一股党 结拜上海滩 这也算是一段佳话 太快了 来来来来 我呢 比林子大两岁太活生了 你们怎么排的 好 按这样推算的话 那妈 我为老大 我老二 别五为次 三 阿星老赫了 我了我 一一老六 我 我红黑话 现在又做了五个而已 是啊 吴老管 我好了也是找柜的 你一直大言不惭的 坐在那 真装我亲肩的在那 你不说我还真没觉 哎呀 好 好 好 美人脸糊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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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开始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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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三啊 听说你了不得啊 天天都有新闻 见见少孩儿不重样呢 二奶奶见笑了 也好 这天天啊 死气沉沉的 倒没什么新鲜事 打从你来了以后 才有点乐子 能给二奶奶加乐子 那是我红三的福分 油腔滑调 我原来也不过是个细子罢了 细子呢都是下九流 跟你们这些跟班的跑腿的 都一样 你瞅着我们在台上容光 焕发千娇百昧的 其实还不都是为了逗人一乐吗 跟那些笼子里的鸟 水池里的鱼 又有什么区别呀 区别大了 您可以买胭脂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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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板 最近生意可好啊 那不是陆先生吗 贵客家道啊 失礼失礼啊 现在啊 也就你还叫我一声陆先生 还是老朋友念旧了 最近有什么好货吗 你是要说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昨天刚进了一批好货 既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啊 保证您再年轻十岁 您瞅瞅 老佛爷给取的名号 这可是上好其实也制而成 配置花露精华蒸成的 这是一等一的好货啊 您拂腕脸 用清水那么一洗啊 保证您这张小脸 透亮的就跟玫瑰膏子一样一样的了 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那我看看 我当是谁呀 这不是梦楼川吗 那么巧啊 姐姐也来买脂粉啊 可是这个宝贝 是给年轻皮膜的人用的 姐姐你都少了年轻 又不怎么登台了 把这个宝贝买回去 不是傍舔天赋了吗 你想用这个宝贝啊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份 想不想受得起 当先用错了东西啊 捡了狐瘦 这个就不劳烦姐姐您操心了 我现在可是上海滩最叫做的权 别说是这盒宝贝了 就是这间铺子 我也照样吞得下 你现在叫做啊 那也是因为我不唱了 我要是登台露个脸 还能有你什么事呢 说闲话当然是不费力心的 可是就算姐姐现在登了台 恐怕气也短了 唱不了了句 就得回家奶孩子 老板愣着干什么 再拿出一盒来 稀释凌人呀 我要是有的话 早就拿出来了 好宝贝独一份 什么 独一份 那我更是非要不可了 做事贼有先来后到吧 我先来的自然归我 明明知道自己不合适 还非要文案别人 您这是强求呢 还是叫不死老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姐姐我红遍上海滩的时候 你还在江边练嗓呢 可是现在我 嗯 你就能练嗓 那能耐你都没有 你跟这丫头老太活 给我 拿来 给我的这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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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别抢 其实这个东西啊 可以一分为二的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打开这个盖子 你们瞅瞅 再打开这个盖子 这里边这 不好意思啊 我今日染了风海 你瞧瞧看 身边带的都是些什么人 也不怕走出去 把脸给丢没了 算了 这块宝贝当我让给你 用不着你让 红三啊给我付账 把这东西送到孟罗川补上去 就当是我打赏他的 谁稀罕 姐姐 你都上了眼镜 留着这些钱当你的棺材本 不你 你 你快回来 别让他干什么 走 好好好 好好好 嘿嘿嘿嘿 确定 这 什么好的东西啊 被你弄脏了 你得给我个说法呀 我就是个跑腿的 你要说法是吧 你跟我一块儿 回友情公司那说法去 这 这这这 这我就陪大了这 卖给我五折 那不成 这上海咱最好的同一味的东西啊 你看你看你看 用人钱不能少 我这和这这都是讨生活的 你想帮你一把 老哥还不是来去 那算了你自己慢慢卖吧 反正站着我吐沫了 小学姐 咱们上海上的花菜 你们想烫死我呀 都是这废物 废物 废物 干什么吃的 下去吧 老爷 二东家都已经去了 您再这么深闷气 也于事无补啊 我是气死无对政 霍天红倒打一耙 把截图案的屎盆子 扣在我们身上 我还无能为力 吃了哑巴亏呀 我反正不信二爷有一心 信不信有什么用 你能找死人做证据吗 也不知道那个霍天红得一个什么劲 老爷你沈青山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时候 他还是个剃头匠呢 霍天红倒不足矩 可他身边张万林得很 陆玉胜得稳 这些人 都是不得不疯呀 那还不容易 先削了他这左仿右臂 霍天红自然就垮了 哪有那么容易 我就不信他们三个铁板愉快 找个机会挑拨一下他们 兄弟相残的戏嘛 啊 看得还少 哼 哼哼 哼哼 不知道我为什么套你呢 就因为你懂事 哼哼哼哼 谢谢爷夸甲 不过这眼下看 咱们八股党这一回算是看了一次谈 面具上总得正好 不如 再考虑考虑的这三个面试 的面试